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 说阿难 无生内训为阴地心 然后沿沉谷地修正 如沉沼水 自以静气 静身不动 沙土自沉 清水现前 名为吃福 课沉烦恼 气泥沉水 名为永断的根本无名 名相的精神 一切变现 不畏烦恼 结合内坛 清静妙等 这个是在嫩言经里面 菩姐反而栽入出来 所以我们修道入手 从这个地方入手 就是跟阿难讲 说如今意令 见尾皆知 就是我们众生日常在用的 然后能够演气 遥远的契合 如来的常乐我见 常乐我见 是已经果上似得 佛的果位上面 似得 常乐我见 那么应当先责 应该先要显责 死生根本 就是生死的根本 就是生死的根本 可以先写 我们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生不命的真心佛心 那个根本 我们没有根本就不会生死 就是因为有根本 所以我们才会生生死死 所以要先选择死生的根本 一不生命 要按照不生命 延占性成 延占性 那个延占性 延满占 我们佛心的原始状态 用延占性成 用这个才会成就的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那一些 妄想心 那些不实在的 把它降伏 扶起我们所有的生命 扶起生命 然后能够到达不生命 能够到达不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不生命来修持 就可以 这个延尘果地修正 然后佛就做比喻 说如成走水 至以见弃 好像我们 成一杯那一个走水来 放在一个器具里面 然后净身不动 这个净身不动 就是功夫 沙徒自成 那个沙徒 它就会沉淀 清水就会现前 这个名为吃福 已经降伏了 我们的克臣烦恼 克臣烦恼 那个克就是不住 来来去去的克 然后臣就是非臣 无垢 克臣烦恼 已经出福了 然后我们汽泥 把那个泥巴去掉 纯水 都是清水 汽泥纯水 名为永断 根本无明 我们可以把根本无明 永远断绝掉了 然后明相 精神 一切变现 不畏烦恼 结合内盘 清净妙得 这个是我们手上 那一份修道路手 就是要 要用我们的延瞻性 来降伏 我们的那个生命性 所以我们了解说 启发我们不生不昧的真心佛心 很重要 修道才会成就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不要说 这个生命心 可以修成 生命心修不成的 绝对修不成 一定要用不生不昧的心 那生命心 跟不生不昧的心 它是一体两面 同体 可是两面 我们只有认识 生命那一面 不生不昧 我们不认识 我们现在修道 就是要把 不生不昧那一面 彻底的认识 把它启发 启发了以后 我们要培养 让它茁壮长大 这样我们 才会真正的进入 修道的轨道 所以佛心一直 就鼓励 开始修道的时候 叫阴地心 一定要启发 不生不昧的真心 我们日常用的 那个世心 是生命的 不要用那个心来修 那个心 修不成道 各位这样听懂吗 可能会有怀疑 都很少人讲 感觉 绝对不错的 因为我们 不生不昧的真心 佛心 就很亲切 都跟我们在一起 只是我们不认识 它而已 好 好